柯文哲这个案子当中呢 最吊诡的就是靖州刊 一路独家独家独家 那绿营媒体也纷纷的跟上 那这位三立的记者马玉婷 在他的脸书上写很多 压了五天该上独家 还是要上菜 这个马玉文 对8月30号连检搜索柯文哲住家 查扣了USB 我们就独家掌握 这只关键中的USB 有一刀毕命的档案 也就是柯文哲记载的神秘账册 是Excel的这个档案 这个账目格式像是我的图卡一样 上面清楚记载了审刑金1500万 包括集团总裁科技大佬都入列 账目记载的非常细腻 包括金手人跟金额等等 然后巴拉巴写很多细节 柯文哲没得凹的是政治现金 该讲清楚的账还是得仔细交代 要不然违反职务巴拉巴 讲了一大堆他的这个神秘账册 好我就问一句他怎么看得到USB 请问一下你这样不是在害连检吗 这是开心过了头对 我告诉你我查说实话 我们记者都是这样拿到独家新闻之后 你不把它讲出来你真的很难过 所以压了五天还是要讲 但是过程当中太开心了 你没有保护你的消息来源呢 今天所有看了包括亮哥 包括黄阳明都在说 你看得到USB 来你要不要当证人 对不对 连检办要不去搜索一下他 马玉文你的通联记录 这个监视这个影像是不是掉一下 你跟谁见了面 你跟谁通了联 那中间有什么样的触犯法律的呢 好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惊讶 来 好那他们还做了节目嘛 节目里面你看对话全部都结出来 有没有 好这个就是写一千五百万的部分 一千五百万这件事我可以非常笃定 上个礼拜 这个上个礼拜天知道的时候 好像自己挖到一条很大的新闻 当然我的消息来源 我是百分之两百的信任程度 因为这条线他已经经营了七年 这条线这条减掉的线 至少有七年的时间 减掉的线看到没有 就是说减掉跟他讲的嘛 好吧我再强调一遍 有图有字幕为证 三例的记者自己告诉大家 一千五百万USB的内容是减掉的线 他经营了七年 来检方他字案证据在这里 帮你找到了好不好 来请调一下马玉文的这个通联记录 调一下他的这个监视的记录 到底谁跟他的说 这应该是很容易查 好另外黄阳明的那个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阳明非常优秀的资深记者 记者跑独家天津地 但是有保护消息来源的义务 当你明确的说出 检方是你的消息来源 北浅怎么能够装死呢 北浅看到之后一定想说 这个朱记者朱队友是吗 北浅当然只能够否认泄密 否则可是要有检察官 要负刑事责任 然后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嘴巴这么大 就抖出了他的消息来源 这个北浅立刻发新闻稿 不痛不痒的血 有评论媒体怀疑 等等之类的 有没有 所以就主动分他字案调查 有没有相关涉及部法等等 这个就是大家走个过场 对不对 你说我有泄密 好啊 那我就分个案 反正查不查得出来 也是我的事 所以这个介大使你怎么看待 这个记者兴奋过了头 就这样把简调抖了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这简直是天大的这种 一种丑闻 这种减调 一天到晚减人 调人 一天到晚抓人压人 结果他自己这样做行为 己身不正 你自己处罚 你自己处罚 你还怎么去检查 你还怎么调查 对不对 如果说是风际 自己内部有这种风际问题 他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立刻停止 所有人都要停止 在这里面 先查清楚再去继续办 这个司法是跟皇后的争吵一样 不能够用一点问题 有问题的话 你要比对付那些犯人 嫌疑犯 更严的标准 先把自己内贼抓出来 这个是人家这个记者 白子黑子 对这个社会讲出来的事 就跟黄文明讲 你还能装死吗 这个案子整个社会轰动 大家都在拿 大家都在看 结果呢 你居然泄密 而且这种秘密 掰不出来的 对不对 USB 然后这里面还有更多的讯息 包括那个三立的 那个年轻的 邵不经事的记者 他说在立功 让我们看到我们检调的黑暗 对不对 如果说检调是如此 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 这个不是说目前办案的北检 我觉得那个检察长 我们整个检调系统 要整这个彻底的怎么样 好好的重整纪律一下 这个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话 说实话 那个上面的官员 好几个都要辞职 我们这边都闻风不动 当作一件小事 这个检调 都是最懂法律的人 法律操纵在懂法律的人 结果他自己本身犯法 这是最恐怖 我觉得这里是恶性重大 这是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我们不可能把这种 重大的这种司法权 交给本身就怎么样 就会犯法的这批人 那我比较关注的就是 AIT为什么这么关心 民众党也已经证实了 介大使用一点时间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看待这个案子 美国希望赖清德有所节制 不要在内部 先这种政治风暴 把内部的这个动乱引起出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希望台湾内部 不要有问题 然后你才能一起跟美国一起来去 这个联手抗中 要真心抗中 对对对 美国是希望一个能够控制住 台湾内部政局的一个 然后跟美国配合的一个 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美国不会希望你内部是乱的 而且这个案子 美国人收政的话 不会比你的检调差 美国在台湾各地遍布这种收政的人 AIT是直接跟民众党联系 民众党后来有证实吗 AIT每次选举做的民调 有时候比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媒体还准 AIT在台湾社会的生根 这种美国在台湾各行各业生根 那多生 他知道这件案子 而且这件案子办的是太荒腔走版 我们干过公文就知道 你把所有的公文调出来 你就知道有没有问题 公文那么多 你检察官查了那么多 结果你找不出市政 第一个市政 第二个金流也没有 然后现在还要把什么金流高手 才拉进来 那就不就证明了 你没有金流的证据 那我问如果说 如果说赖清德这个政府的 这个司法团队太过分的话 你觉得AIT会干预吗 会干预啊 当然会干预 会直接告诉赖清德 直接打给赖清德 不要太过分了 因为这个案子是这样 这个案子赖清德是怎么讲的 他会让美国人很担心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白是从绿分支出来的 是啊 所以你很难去说 就是说美国人希望的是怎么样 他不是 美国人希望你的意识形态是独派的 所以他不喜欢蓝 对对对对 对他喜欢你是一个独派的意识形态 这个符合现在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战略地缘战略利益 你现在你把绿给他车 车成两半了 而且是绿的未来 你现在赖清德跟在身边的 都些什么 都些老师傅嘛 对不对 这些老绿男嘛 那小绿男在哪里 小草都在柯坯这里 那你等于把你这个独派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未来 你把他砍掉了 对台独就不够巩固 台独不够巩固啊 因为他看到一个主张独派的人 这个道德如此不堪啊 而且是为了私利 他有什么理想性 如果啦 如果未来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也被判了刑啊 他的这个证据无法说服的话 那不得了 你觉得小草会心甘情愿地 回到民进党去 跟随来清德吗 你刚刚问那个预言的问题 我大胆预言 柯坯是浴火凤凰 浴火凤凰 他那个浴火重生以后那个力道 吴子佳会警告你哦 没有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赖啊 我没有说赖啊 你讲说最害怕的事 没有我是讲柯啊 梁哥 吴子佳委员跟介大使 四人妇 去那个好去 他胆子比较小 不要过这边 像吴子佳不要去那个 惹那种很可怕的人 他是说天下第一狠人 天下第一狠 对对对 我不会去狠人 对对对 我说他是凤凰 狠人就生气 对对对 这个他没有办法 你赶快改 我送往这击 这击不错 我们可以在这边停住 因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是uncase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他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HC